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环节 这一节请来嘉宾 药材精圈研究部副总监 陈伟聪 朱诚 你好 跟你跟进港股情况 今早低开始后 港股表现反复 一度创超过三个月高位 曾经升120点 去到23439点的高位 之后由升转跌 跌过8点 去到十天线附近 似乎有支持 现在跌147点 至23170点的位置 后市会如何走 看外围方面 明天A股会服市 至于市场焦点是否由美国转回 去到英国 早前联储局的声明是偏格派一点 现在又要看英国议会通过脱欧的法案 究竟会是利答还是利好恒指呢 外围因素短期来说还是比较弱一点 你看到近期美股方面都有一些调整出现了 但是你看看美国昨晚的意识声明 当然它还是强调今年会继续有加息的进程 但是似乎在三月份加息的机会 暂时看来就不算太高 令到美股在短期之内再向下的幅度 又未必太大 还有可能之前大家担心 特朗普一些相对比较激进的政策 或者一些关于贸易保护的主意等等 我都相信这方面的因素对于市场来说 都是一个叫做短暂的冲击 你说实际上对于经济 或者对于整个股市的资金流方面 就未必说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注 那当然你说的焦点内地方面 其实都仍然是值得关注 因为说在业院打后 那未来两会方面都会召开的 那会不会你说这个两会的期间 会继续有一些改革方面的行程会是炒作呢 上一年都炒得比较厉害的 例如一些关于央企改革 功级值改革等等这些的范畴 那我都相信继续会成为一个市场的焦点 那近期虽然市都进入一个叫做整固的格局 那也都有不少一些的旧经济的板块 仍然都是受惠这些行程 而是有个不错的表现的 那当然你说要托起市就不能够 单单靠这些所谓旧经济股 那一些重磅股 例如就说好像是腾讯 中移动 汇丰等等 那那个的重要性都仍然是相当之大 那见到昨天来说呢 港股一开始的表现就不是太好的 那去到下午回到来呢 看到腾讯也是发力有过的上升 那也是推翻那个指数上去 那到最后都不是跌很多 那去到今早来说虽然暂时跌是百多点 那但是仍然都仍是属于 条十天线流上的一个位置 那所以我都相信就说短期那个走势 暂时不算太弱 那即使你说接下来是进一步调整都好 那要留意就说条十天线23100点 都是一个支持来的 那这些位置跌穿的 那下面还有呢 大概22900点 这条20天线可以是一个防守的据点 那所以暂时你说恒指去到现在23000左右的位置 都会是进入一个所谓横行整固的格局 但是这个整固就不代表它来说会跌很多的 那我自己看去到大概22800啦 22900呢 整体来说都应该会有一个支持在那 好的 暂时看的位置 我会支持就是23000这个位置 而且暂时都可以守得住 看完就刚才你提及过 就是一些旧经济的板块 可能都会比较表现比较凉丽一点 给你看看今天有较多移动的板块 就是这个子业股份 子业股都逆市能够做好的 其中只9指2689 曾经升成5%上来的 高见在9.63%的位置 创了超过5年半的新高 5间之前升幅就收窄了的 升2% 至9.34%的位置 看看就是这只股份 早前就发了营起 一路股价就升了上来 其实累积升幅都有成两成那么多 现在来说会不会升得太急了 开始要有个调整 是的 这些资业股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都跟大家详细分析过 甚至乎在股份推介的时候 都跟大家介绍过那只9指 之前说的一些比较利好的因素 包括在农历年之前 内地都有很多中小型的造纸厂 都是含入一个停产的格局 一来就说本身 那个环保的监察就加强了 这么说有很多内地方面的部位 都去到广东省这边 就进行一个条件 都将一些叫做不合规格的造纸厂 都是要勒令停产的 变相就在供应面上 有个短期的减少 再加上就说见到在9指 利民造纸这些比较龙头的 就是子业生产商 带头去到加价之下 都令到近期这些造纸的毛利率方面 就是升得不错的 但是要小心 就是说当过完年之后 可能内地方面霧霾的天气 也都开始慢慢淡化了 那会不会都令到 之前停了产的造纸厂 或者一些相关的生产线 都可能会复工 令到那个供应开始增加 令到指价方面 就未必或能够再上 甚至乎可能会掉头下来 那这个因素我都会看得比较审慎一点 那特别就说 这些狗子啊 或者一些子业股 短期都升了这么多的情况下 现阶段我就不是说很建议再去追入的 那反而如果你说之前是低位买了货呢 那现时都是一个叫做获利离场的机会 那特别就说狗子 看回它的股价 由12月底到现在呢 它是由7元左右升到上去接近9.6元 那如果你说这一阵的回调呢 那分分钟你说下去8.6元 8.7元都绝对不出奇 那所以在现价 如果你说有货的时候呢 都应该是要先行离场先 好的 暂时升得很急 都是不建议这个时候去买入 如果有获利的先行离场 那就是狗子做9.34元 至于其余的子业股 好像2314的李文造子 今天都升超过2% 周报在7.14元 今天最高位见过就是7.18元 也是一个月的新高 至于1812的神明子业 就是去到52周高位 最高见过9.2元 中午收报是9.12元 可以留意 最后也跟你跟进了700投讯先 今天来说也是见过一个月的高位 见过208.4元 最新中午收报205.8元 偏远要跌8号 看回今天升这么多 究竟是怎样 是否因为Facebook的季节大动了 Facebook的业绩当然是相当不错 但是你说腾讯本身的基本面 亦都相当强 特别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 春节假期方面 内地人经过微信 去到发行包的数目 继续是创新高 整体交易金额方面 亦都创新高 对于腾讯旗下支付业务来说 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加上之前推出的小程序 等等那些产品 或者服务 亦都会令到很多基金 对于腾讯这家公司 整体的估值会再进一步调升 所以你说在现阶段的腾讯的股价 亦都未叫做突破之前的新高来说 现时的股价我觉得又不算叫做特别贵的 当然你说那些基金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去选择的时候 那将那些钱调回到腾讯那里 再追回转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现阶段我都觉得腾讯整个星浪 都未算这么快完结的 即时短期里面有些的整股也好 但可能在调整完之后 接下来再向上 甚至乎再挑战上面220元这个位置 那个机会仍然是比较大一些 好的 上升的动力仍然都在 升浪仍然未远 谢谢Jason和我们跟进了 多谢百恩法 多谢股份的情况 本身是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不介意了 至于国企指数中午收报在9,694点 上周要跌62点 成交方面到288亿多 可以留意 我们这一节的总结先来到这里